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下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来这里 我叫本扎 我是1984年来到中国 那么在中国 继续有43年了 在中国长大 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全世界来讲 没有不知道李小龙的 没有不知道成龙大哥的 基本上都是知道的 所以他们所拍过的电影 影响一代又一代 包括现在 包括我真的 从中国电影来讲 并不是说打打就打就打的 从他们拍的电影 我们可以大概了解 中国的中国文化 中国电影在非洲比较普及 中国是起前来的历史 有优秀文化 那么比如说在非洲 我们现在特别 特别喜欢 除了没西服的 没好时代 有战皇传 战皇传 我们也看了 那边你别忘了 就是非洲历史上 有过皇帝 也有过皇帝 也有过皇后 也有过 有过呀 你看现在 非洲到现在 到现在还有人看 我听见赞比亚 现在有电视台也在播 有在看呀 也受欢迎 在非洲 特别受欢迎 这个战皇传 它覆盖 这个率比较 比较广一些 但是呢 大家很喜欢啊 都很喜欢看 都很喜欢看啊 甚至你认为呀 有些非洲国家 港国经港国部 甚至家鹏 有过皇帝 而王后的 所以这些国家的 情况下 就是要和正式家呀 现在从全世界来讲 把自己的这个文化 放到这个电视剧里边 面对了很多的挑战 因为你电视剧的话 它不像电影 你电视剧 你要卖出去 或者要宣传出去 必须得配 配到当地的语言 那么呢 电视剧的话 它必须得跌地气 你拍那个电视剧 你除了在放 里边在放 中国数一数二的文化之外 你还得要 这个 要得要配音 要得要给它配音 那么你配音的时候呢 你要得看 是哪些非洲国家 都会会受欢迎 所以说呢 当时西弗的美亚时代呢 它是拍摄黑利语 所以呢 受观众的欢迎 所以 觉得比较亲切 非洲不是一个国家 是55个国家组成的 是一个州 一个大州 非洲呢 它的市场很庞大 它也有潜力 进来的 在国内 中国进来的非洲电影 并不是很多 我觉得非洲电影呢 它很多东西 内容很丰富 它面临了一个问题 就是 非洲当地的一些政府 不往这方面下达力度 他们所拍的那些电影 那么 当然 会跟咱们 中国这边的思想 就是 这个思想 拍摄的模式 我觉得会有相差 那会有相差的情况下 会带动这个什么的 就是 构造故事的 与众不同嘛 所以呢 只能通过 双方 中国 非洲的导演也好 中国的导演也好 就一起探讨 看 哪个 与 互相的 这个 这个项目 能够一起 合拍 合作 能够做一个 一个 中非友好的这么一个精品 虽然是非洲来的 但是呢 心呢 是在中国的 是吧 所以说呢 我参与了很多大的发展 大的一些事情 只能说 四十年我还在这里 所以呢 我会不断地 在中国 非洲的基础上 做出我赢自己的贡献吧 文化大台 鸡茂唱戏 以天影之名构建 中非友谊的桥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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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